中国最近的怪事真的太多了 刚刚讲的 最近是贵州大数据安全工程研究中心创始人 这个刘东浩 他居然意外神秘死亡 那我们之前讲过 中国最重要的AI专家冯阳赫 居然也死掉了 像天商汤科技创办人汤晓鸥也死掉了 中国科学研究员周光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塑料特种材料的专家 也死掉了 对 可是你说 这个都还不够神秘 是 你说最神秘的是 赵小兰的妹妹神秘死亡 而这个神秘死亡恐怖的是 她随着时间有各种不同的版本 而且她变成了美国所有各大媒体 中国所有的小道消息 大幅报道的标的 对 没错 实际上赵安吉也就是这一位 她的死亡 现在是全美国 或是说整个中国都在讨论 而且这个很诡异的是什么 从一开始没人讨论 到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然后赵安吉是谁 她可以说是美国华裔的第一家族的成员 华裔第一家族 美国第一家族的成员是谁 赵小兰我们听过吧 她就是赵小兰的妹妹 那赵小兰的爸爸是谁 你说中国人华人在中国的第一大家族 对 她爸爸是谁 赵承喜 赵承喜是谁呢 他们是这个中国的 他们是美国的福贸集团 是美国坐船的第一大的公司 然后赵承喜呢 他跟这个中国的江泽民呢 他们是同学 大学同伴同学 对所以他们你看 他们家族在整个美国的势力是非常庞大嘛 赵小兰 赵小兰的老公是谁 麦康纳 麦康纳是谁 美国参议院之前 参议院的这个共和党的领袖 然后这个赵安吉 他的老公是谁 他老公叫布雷尔 布雷尔是谁 是脸书的大股东啊 美国非常知名的 这个所谓犹太家族啊 所以他们这个家族 他们整个家族是 加大业大 在美国加大业大 在中国影响力也非常大 就这个 他的女儿 他跟我们这个 之前的副总统参选的 这个吴欣颖关系也非常好 所以他就在 2月10号的时候 突然之间他就过世了 我觉得这个之前 最神秘的地方是 2月12号过世 现在都已经3月多了 3月多 第二 他死亡的原因 为什么死亡 到现在是个谜团 你们家是华人第一大家族 结果 他的整个后世 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办的 好 我先跟大家讲持续 他是在2月10号 台湾时间是2月11号的时候 他在美国过世 然后过世没多久之后 他爸爸 他爸爸就发出一个这个破文 福茂吉兰发出一个破文说 我们董事长上升 然后年仅50块 就这样 华姐 他们家族在这个华裔 然后在美国是数一数二 就是发了个破文 就不了了之 不想要再讨论这件事情 感觉上是这样 就你知道全世界第一个发布 他死亡的消息的地点在哪里吗 是在中国的财新网 中国财新网 财新网是谁 他跟这个王岐 三管岐非常好 他第一个丢出来 在第一个时间丢出来的时候 是中国的媒体 第一个丢出来 对 死讯是他第一个丢出来 所以当时美国没有再注意 美国根本没有人在报道 丢出来之后 发生在2月10号是前往奥斯丁开会的时候 他是被车祸撞死的 被撞死的 对 他就说被卡车实际这样撞死 好 那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 CNN 他是被卡车撞死 对 CNN跟马专就跟进嘛 跟进然后car crash 对不对 然后就car crash 连这个纽约 这个纽约post这种报纸都说 car crash Texas crash 都是这样讲 然后后来还证实说 没有错啦 他就是召喚起过世 然后就是说 因为他在一个十字路口 等红灯被卡车撞死 德州警方证实 那华尔街日报为什么昨天讲说 他是自己调到谁里面 一开始都说是撞死的 后来媒体就有说不是撞死 有人就调出 因为后来就有人去 觉得这个很怪 去调出当地警方的调查 说你们真的是这样 他说没有 我们不是在用这个在做结案 我们现在是在调查他溺死 所以现在才传出说 溺死这件事 原来他不是撞死 他是溺死 然后溺死 出来之后 因为证据抓不住了 这个你已经掩盖不住 所以后来急转直下 变成他是溺死 现在溺死 结果现在又有越越多的消息 结果你看华尔街日报导 他怎么死的呢 因为他到这个德州的 这个农场里面去 德州的这么漂亮 宝洁很奇怪是什么 因为他在2月9号抵达这个德州 然后2月10号 那时候是什么事 大年初一 然后大年初一之后 他到这个地方去 然后跟同学聚会 跟大家聚会之后 然后就开车走了 开车走的时候 现在的说法是说 他开到最后的时候 迷路 然后迷路 一次他到车的时候 就摔到这个下面去 就摔到这个池子里面去 可是我觉得不可能是说 他说他打错档了 对 他要这个 总是要前进打成倒退档 那打成倒退档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控制 然后这个车就一直往后倒 一直往后倒 翻过了一个墙 摔到水里面 对 怎么可能 对 然后他在这个打电话 打电话求救 求救的时候 所以你都摔到水里面 你还可以打电话求救 对 打电话求救 然后求救说 赶快来赶快来 结果后来警方说 因为他的这个位置太深 他们用这个掉 这个掉壁掉不到 然后最后这个 因为过了好几十分钟 他就拉起来的时候 他就不幸溺斃的一个状况 好保险 这是什么 这怪他怪他什么地方呢 怪他就是说 说法 他的死亡说法也不一致 警方的说法是说 他就已经掉到里面去 然后就明显死亡 但是后来又有人说 他拉起来有在做急救 当时还没有死 所以到底是他是 这个溺水死亡 还是伤害之后被加工而死 现在又有不同的说法 大家说法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看 一个人的死 就这样有不同的说法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他死亡有这么神秘吗 而且他不是普通 他不是普通女孩子 他是福茂集团 目前的CEO 福茂集团是目前为止 因为他爸爸已经接班给他了 他是最大的 美国最大的传业制造商 他是接班了 而且他们有制造 美国非常多的 包括军舰 很多州有 然后他们跟中国关系也非常好 他老爸跟江泽民关系很好 他跟中国关系非常好 他爸爸是江泽民的 交通大学的同学 然后他现在在美国 是大的 这个所谓的造船商 对 简单的来说 他们家族在过去是 游走在中美之间的最高荣誉 就是他 他爸爸跟江泽民关系也很好 赵小兰又当过运输部 华人华裔当到运输部部长 这个已经是冒清烟了 所以他们在中美关系好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呼风唤雨 可怕是他们家 共和民主两党都吃得开 这诡异在什么地方 我们就讲 他2月9号 10号左右的过世 没多久的时候 麦康纳最近 他说我要退休了 我不要 而且他还说什么 阿文吉的时代 对我们来说 是这个所谓反省的机会 他就退休了 他是联邦参院的少数当地 他就在他过世了 一个多月之后 就说不到一个月 就说那我要宣布退休了 好那他就是这个 他就是赵小兰的老公 对 不是麦康纳以前 怎么样都不可以下台 他言诱了 我感觉他有点迟缓 有一次他讲讲讲 他自己忘识 洒在那边 别人把他带下来 他还是不退 可是赵安琪过世之后 他就要退休了 而且他说这件事 带我们反省 那到底你要反省什么 他不知道 好另外一个更有 更诡异的是这样 赵安琪呢 他的老公是谁 他老公就是这个布雷尔 布雷尔是美国 非常知名的一个 这个算是犹太一家族 然后他们有一个投资 叫做这个IDG公司 那IDG公司 他们就是在投资很多事情 就没想到 他是2月10号 这个2月11号 美国时间这个过世 2月1号的时候 他老公的这个公司 IDG被美国列为 中方企业的合作伙伴 被制裁 中共军方企业伙伴 对被制裁 那就2月1号 他的公司被制裁 然后2月11号的时候 他过世 然后那因为福茂现在 准备要到中国去盖 去这个建厂 他们要开始帮中国 打造很多船只东西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另外一个 他老公现在被人家指出说 其实他是 这个千人计划 海外最大的住资者 天啊 那甚至他很多投资 他投资到什么 他投资到很多中国的高科技材 都是他 虽然是中国的高科技 辽若指掌 你说中国当时搞千人计划 像全世界来吸收 最聪明的脑袋 后面出资的人是赵安琪的老公 另外一个赵安琪还担任过 中国传播公司的独立董事 高阶的这个传位 所以那事实上他们等于是 他们跟中国官方 有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 那当然 但是他们又被美国官方制裁 那所以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 其实曾经有人就说到底是 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 他好像这个死亡 不会是真的会这样自己打倒特党 然后就摔 怎么可能 老姐 我跟你讲 为什么不太可能呢 因为第一个 这个农场是谁的农场你知道吗 这农场是赵小兰的农场 是他们家族的农场 他们熟门熟路吧 对啊 所以那你怎么会摔到那个地方去呢 所以他们家有钱到有一个农场 他们家本来就很有钱 但是好 那你知道 所以我在讲 你讲了这么多怪事之后 那就讲 那显然他不是 如果真的不是自杀 不是说意外深往上 那到底是谁要杀他 不是 而且我最快获得是 华文杰日报是讲说 这个错误是特斯拉的错误 对 如果真的是特斯拉设计有错误 我要是赵家仁 我一定告诉特斯拉 对 我一定不让特斯拉设计 而且美国的公司 美国的媒体最讨厌特斯拉 对 也会去搞特斯拉 是 也没有人指责特斯拉 是 那你说是特斯拉的问题 就没人怪他 我就说嘛 以一个华人家族来说 在美国是呼风范 他居然就不想谈这件事情 然后整个后事也是 就吵吵了事 都没有任何的 但是觉得很奇怪 再说特斯拉 那你要告特斯拉 就是特斯拉搞的鬼 现在就有人怀疑说 难道是有人入侵了特斯拉 然后对他怎么样了吗 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看他们两个 跟中美之间的关系 好像中国也可以灭他口 好像美国也可以灭他口 然后再加上说 媒体一开始的报道 从车祸 然后一直到后来 这个逆死 然后这个怎么死的 现在说法都完全不一致 所以他赵安吉的死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谜团 所以董事长 这件事应该讲的 2月12号 当时我看到 看到吴欣怡是不是说 有一个什么 道词 就是爱道 他这个好朋友 就过去 就越看新闻 越觉得诡异 然后中国这种 小道消息流传 它有这么神秘吗 我觉得中国的小道消息 没有什么好去参考 但是从美国来讲的话 包括华尔街日报 包括这些主要的 主流媒体开始 所谓的调查报道 包括CNN 你说台湾媒体可以知道 像CNN这样的媒体 你像纽约邮报的这个游艇 你现在讲出 他当时的状况 你说是crash 就是车子状况 怎么可能没有任何查证 结果他都这样爆了 所以这种事情 这个新闻很怪异 搞到各种说法不一而主 但是这里面很简单 我们再怎么样判断 就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意外 对 一个制裁 另外一个第三个 比较不太可能 就是暗杀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 未来会不会有更多东西 会不断地揭露 一定会 那这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 他的这个姐夫的提前退休 跟这个后面要准备爆料事情 是不是有关 不知道 但是我跟 我敢大胆假设 这个应该不是中国人干的 因为中国人 中国的间谍目前还没有能力 敢在美国本土杀美国人 因为这个要有点本事 就像我们的江南岸 你如果真的干了什么事情 你没办法善了的 江南岸就表示很拙劣的一个行为 那这个就是乱去八糟 非常外行的一种干法 那这种东西会要敢杀 美国人的人 只有美国人敢杀 乔白的就是这样子 这种豪门恩怨里面的怪事情非常多 他你说他有偶然的话 一个车祸的一个简单 一个偶然事件的话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 就我常讲一句话 偶然在我们新闻界只有一个定义 就是未来还有故事会证明 他不是偶然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留在后面看 可能到年底之前选举结束之后 共和党内部的重组 可以看出了更多的一些奇怪的事 而且你看他正常会 妙子妙子 美国国防部2月1号 发布投资黑名单 更新的一个版本 15家中国国企 包括中国最大的散存 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 人工智能公司 矿式科技 中国激光雷达 最妙的是什么 最妙是1992年成立在美国 波士顿的IDG资本 也在黑名单当中 IDG资本网介绍 它在1993年起先 在中国就已经展开 风险投资了 所以他老公是专门做这种 这种风险投资的 投资的工作 那他的风险投资 是不是跟这个 长江存储的直接关系 不知道 目前不知道 所以表示 在大陆 能够单独做这种 所谓的这种 这种 就是风险投资的话 要有非常特殊的背景 否则的话 根本拿不到那个执照 因为大陆的经营 金融投资的规定 非常严格 大部分都是要跟中国人合资 如果单独 独自的公司的话 就一定要有 中央的特批才拿得到 所以他如果 当然这个赵小兰 他的家族 在中国大陆的生意 当然是特权生意 至于他老公 这个一定是100% 跟他们中共的当局 是有合作关系吗 逸宝 我们这一谈的问题是 现在海地的黑帮 想要接管这个国家 这个海地的黑帮 还把这个监狱里面 犯人全部放出来 现在更可怕的是 现在海地 根本就像人间猎狱 现在台湾的邦交国 只有一个国家 不用担心中国来跟你抢 那就是海地 海地乱到 连中国都不想要 好那刚刚讲 现在这个地方投口 刚刚讲 你现在满街都是尸首 为什么 他们现在要打杀吗 杀人之后 直接在街上焚尸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黑帮头子 烧烤BBQ了 冲破了他们这个监狱之后 放了很多的囚犯出 很多都是他的党羽 那现在来讲的话 真的是到处的烧杀乳略 就连国际救援组织 他们一样照抢照杀 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宝杰哥你知道吗 现在来讲 在当地温度几度 几度 35度 那多臭啊 35度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就杀了人 杀了人之后呢 他们有一些小弟 就往旁边追追追追 追完之后呢 民众抗议 把民众给搭了 然后呢 他不敢讲话之后呢 就只能怎么样 没地方埋嘛 就偷偷的烧尸体 所以他们现在来讲说 在这个地方 数个小时返回现场 焚烧尸体 哎 烧尸体会有很多的恶臭 然后现场 现在来讲 他们的当地温度 又是35度 所以他们在那边的话 最可怕的事情 大家看到的 以为是丢气油弹吗 不是 都是在焚烧尸体 然后焚烧尸体 路边躺了一堆人 对 然后呢 这些都是被杀的尸体 被杀尸体随便烧 烧完之后呢 都没有办法 把它进行一个 合理的一个 掩埋的作业 所以都会有 二兽出来 二兽出来之后呢 就会有传染病 所以现在来讲 海地来说的话 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 他们随时都在枪杀 枪杀完之后 就随时在烧 然后呢 这个已经传染病出来 那现在来说的话 没有人敢去 就连德国 就连美国 他们现在来说 连美国都跑了 对 其实在过去来讲 美国应该看到地方很断 应该想办法 想办法进去来维持秩序 他没有 美国是怎么样 空运要撤离 使馆的非必要人员 但是美国人嘴巴 连美国都受不了了 对 他说 我们并没有要关闭 我们的大使馆 但是呢 我们先说 限缩我们的业务 所以呢 先把非必要人员给撤离 但这个动作 其实国际上来讲 就认为说 你就是美国就不管了 就撤管了 对不对 你就是准备要撤管嘛 那下一步就是 把你的一些使节人员给撤离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连美国 连使节大使馆都关了 那这个东西 这个亨利也回不去了啊 那现在来讲的话 难道真的海地 以后的花式人 就是BBQ了 不是 这里完全没有人 变成完全无政府状态了 对 现在已经变成 无政府状态的一个人间恋狱 然后呢 亨利回不去 然后难道真的 以后这边的花式人 就是一个黑帮投资 然后下面的部会首长 就是他的堂主吗 在海地来讲 这的人民真的是活在人间恋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